《放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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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本身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歡放肆 護肆 我們現在在緬甸做全世界3000畝最大的護肆園 就牛就馬 在全世界都在做 第二個我很喜歡做絲食跟菸供 這兩個我是覺得我為什麼做 是因為我覺得這個修悲心很好的方便 因為你時時刻刻要面對 對個人而言幫助 但是我覺得放肆現在真的是障礙很大 我在台灣我也發覺這個問題 然後我去加拿大曾經發生一個事情 不是我做的 是我們另外一個 他們把兩隻魚放到湖裡面 當地的政府花了50萬加幣把整個水撈起來進空 所有的魚都抓出來 就把那兩隻魚就給它送到別的地方 然後再把魚水放下去 然後魚放下去 那一定會有死亡好幾隻 他認為說這個才叫生態 生態的問題 當然就我們佛教來講 吃肉才是破壞生態 我們的生態是全眾生平等的 但是世間沒辦法談這個 所以我也很想請康布慈悲 為這些很願意放生 卻現在已經障礙重重了 快退轉的人給一些加持 甚至我也知道康布有時候會提到 詩詩軌道 就可以很悲心的幫助 我也覺得我這幾年真的有心得 如果我去做放生護生的工作 布施麵包 我都覺得很有力量 很有力量 這樣以不離悲心 我們再來思維空性會更好 所以要請康布慈加持加持 對於放生跟失死乃至焉共的介意 放生言共其實也是非常的重要 因為不管是什麼人 他可能內心當中真正有悲心的話 在行為當中可以能展現出來 這不是光是口頭上所說的 其實我最近這幾年以來放生的比較少 主要我們自己沒辦法 沒時間 有一些放生的錢分著全歸各地 要求在一百日當中大家來放 以前的話每年都一直可能二十多年吧 一直堅持放生我也特別希望大家 因為生命的珍貴任何東西都沒辦法替代 這樣的話動物也是這樣的 我們人類也是如此的 所以我特別贊同法師的 親生的參與放生的這麼大規模的活動 我們也經常會求三宝加持 一切都如言一唱 當然我們在大陸也是一樣的 現在放生越來越不方便 一方面可能有很多的 包括不同的障礙吧 各種各樣的障礙都越來越多 所以在這個時候可能我們也要有一種科學的 也要對生態有研究的 還有有些佛教徒把放生小規模的要求 而且在放生當中也不能有各種各人的宣傳 有些借用放生來經常做很多不如法的事情 其實這些都是在放生舞程當中 我們需要值得注意的 不… 對… 真的… 對… 谢谢观看